這雙鞋子很難猜 看起來很相似 但我認為這雙鞋子是真實 恭喜你,你會購買這雙鞋子 你猜猜這雙鞋子是真的嗎? 我猜應該是這雙鞋子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的用料好像比這雙鞋子好 你肯定嗎? 肯定 恭喜你,是假的 眼前這雙鞋子讓你猜猜 你又會不會看得出哪雙鞋子是真的? 但NMD大熱,炒價升溫 強國當然是不會放過賺錢的機會 露出超像真的假鞋子 各個潮人入手前 謹記以下七大疑點 免得不中奸商的陷阱 假的NMD ADIUS的原本會比較靈性 而真的就會沉積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到 鞋盒側面標籤上面的相片 真鞋盒是非常清晰 而假鞋盒的解像度就比較低 但他們就提醒 標籤上面的赤馬樣式 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 不能夠用這件事來分辨真假的標準 真的鞋方面 這塊TAC是較長 而假方面的TAC是較短的 內籠也有少許不同 首先這雙真鞋方面 你會見到內籠會有三行車線 而至於假方面 手工當然會比較少 以往強國比較難複製針積物料 這次亦被高度仿真製作 眨眼看真的很難分辨出 但兩位大人就說 細心看會看得出 真鞋的跡面比較密 而假鞋就比較疏 你又看不看得出分辨呢? 現在到鞋頭的早期 前面假的會比較大 而真貨就會小一點 去到鞋的側面 大家留意一件事 本身Adidas有三條間 會有少許不同的同假 真方面 旁邊的膠水是做得很整齊的 而至於假方面是比較粗 而膠水的織出來是較顯著的 以往鞋裡的標籤 是比較容易分辨真假的地方 但今次中一個下車 這次就更真 自體完全一樣 不過當然仍然有破綻 大家 obstruction 尺寸的尺寸方面要拼得入少許 而至於假的那一對 我們可以看看 尺寸的尺寸是拼出少許 而預計的位置大約是多少 真鞋的尺寸是剛去到三間的第一行的尺寸 而至於假方面 它的尺寸是因為拼出 所以大約會去到這裏的位置 是差了一半的位置 最後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兩位達人發現真價NMD的Boost鞋底 透光度原來有差別 只要在暗黑環境之下 用手機的LED燈在鞋側上照進去 真鞋明顯有較高的透光度 假鞋就比較不透光 不過最後都是那句 編圖手法層出不同 假鞋只會越做越真 要確保自己買的是真鞋 最好都是去專門店或者雙屬的鞋店買 這樣才是上冊 最好的 幾個月 完央 在這裏